兄弟们最近很多人私信我说他的手机不行啊 买新机呢又太贵 在外面呢买二手怕不靠谱 你们有没有好奇过拼多多上两三百的备用机能用吗 反正今天我是买的啊 给大家踩踩雷 快递到了我一购买了两部回来啊 我买的时候都看了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反正到手不喜欢就退吗 这一部4S花了我37啊 这一部5S花了我65 这两部手机加起来当年不得要个八九千啊 现在这两个手机才花了我一百块钱 首先外观这么长时间的机子啊 基本算得上是95星了 外观方面呢也没有什么划痕 手感呢也很舒服啊 居然能开机能用 功能呢一切正常 我又仔细试了试 正常操作呢无卡顿 摄像头呢也没有问题 拍出来的照片色彩啊鲜艳啊打字啊都正常啊 内存呢 我看了看和我买的时候上面写的也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5S真是可以 外观呢也是没有什么划痕 和4S一样功能都是正常的 玩游戏玩起来呢也是比较流畅 另外网易音乐听个歌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内存呢也没有问题 我买的就是16G的 这个价格来说确实可以 看来便宜也能淘到好货呀 啊平时呢想搞个备用机 或者打打游戏的兄弟们啊 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挑选 你们已经可以放心的啊下手了 我的专注件已经放在评论区置顶了啊 我还挑了几款更实惠的 大家快冲 我们下手了